一伙暴徒杀害了三名执警人员后疯狂逃窜 逃亡中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随时再次行军 武警新疆四支队官兵临危受命 紧急搜捕再讨罪犯 面对凶残的恐怖分子 武警官兵将怎样应对 他们又能否将凶手捉拿归案 军事纪使本期播出 歼灭恐怖分子纪使 2008年8月的一天 夜幕悄悄悄见 在新疆喀什输热县 亚曼牙乡的一个执警点上 一伙恐怖分子突然袭击了执警人员 三名执警人员当场牺牲 这些暴徒行凶手段非常残忍 他们对遇害者年砍述到后疯狂逃窜 据公安人员调查 据公安人员调查 恐怖分子有九个人 他们作案后已经逃向加石县米下乡方向 武警新疆四支队临危受灭 火速赶往加石县米下乡 担负起来剿灭这伙暴徒的艰巨任务 与此同时向当地散发了通缉令 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主要的路口 设卡进行分控 防止恐怖分子向别的方向逃窜 武警官兵们知道 一旦恐怖分子逃往外地 将给抓捕造成更大的困难 对百姓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他们连夜迅速对加石县米下乡 克兹勒伯一乡实施大范围封控 设卡堵截 防止犯罪分子逃出加石县 当时我们到了以后 就感觉到这个穷众 非常当地的穷众 也非常吃惊 感觉到非常恐慌 许多老百姓 就是住在这个房顶上 就是家里面就不敢待 还有些就是十个人 二十个人 他们就是一群一群的 完了以后就是在异论这个事情 感觉到当地的群众 也比较害怕 武警官兵们看着当地无辜的老百姓们 他们极其地希望能够尽快找到恐慌分子的藏匿地铁 并将其抓获 可是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怎么掌握 就是感觉到比较难的就是呢 一个是没有目标 就是这一伙 这个恐慌分子呢 就是杀了这个人以后呢 就是呢 好像就是呢 无影无踪 没有任何这个人员这个就是呢 其他呢 看到了 或者呢 就有什么这个证据 包括指挥员啊 就感觉到就是大海盗的那样 新疆家世县地形复杂 搜索范围涉及到居民点 田野 林黛 甚至沟渠 而家世县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 那九名恐怖分子又都是少数民族 隐蔽性很强 这无疑给搜捕行动增加了巨大难度 他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房屋 跟我们这个叛族人的不一样 屋里面的这个门比较多 房子房屋比较多 一不小心就可以收到另外一家里了 他基本上那个每一家每一户 有的都是说好多都是联到一起的 而且他每一家都是说梯子 每一家都有连往那个房上的梯子 不止一个 一家有三四个梯子 而且他们那个房屋的造型就相当于这个凹子型的一样 房屋这个构造这个特别 内部结构特别复杂 这个小小小房间特别多 官兵的分析 少数民族房屋的结构特点 更有利于暴徒的藏意和逃窜 一旦被发现 还有可能胁迫当地老百姓作为人质 所以武警官兵们认为 他们极有可能就藏在某个居民家里 当地百姓和民兵也自发地协助官兵们展开了对居民房的全面搜查 首先是这个先占领这个高的地方 房顶压 围墙上面压 观察视角要好一些 就是一旦发现它要逃窜 都能够看到 把高点控制起来 武警官兵们仔细地搜遍了居民房的每个角落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线索 到下午八点半时 官兵们已经搜索了十几个小时 他们搜遍了上千户枕架 包括三个乡十几个村 都没有发现恐怖分子的踪迹 那么狡猾的恐怖分子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第一天的走路没有任何进展 这也让每一名官兵的心情越化沉重起来 这个地方他们肯定还就在附近藏着 都会跑出这个范围来 因为我们当天晚上就进驻了 而且对主要的路口进行了设卡 周围的乡上也都在动员 都在找这些恐怖分子 他不可能逃出这个范围 这个我们还是心里面有点 但是就是找不到 战司也急 干部也着急 主要害怕就是在这个期间 他们就是再作案 再实施这个恐怖活动 8月29日已是官兵们在嘉世县搜索的第二天 他们加大了对居民房的搜索力度 8月的新疆气温非常高 这里的居民有储藏蔬菜的喜欢 所以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个菜窍 但是官兵们在这次搜索中 发现有一个菜窍跟别的不太一样 它的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玉米杆 不把玉米杆拿开 是根本看不见洞口的 官兵们认为 居民们每天都要到台窍里取菜 为什么要把洞口用玉米杆盖得那么甜蜜 它就在这个居民区这个房子的旁边 一个树根下面 发现它用这个玉米杆子 把这个洞口隐蔽起来 而且这个地方发现它这个洞口比较小 这个人进去也比较困难 而且里面切开 基本上看不见什么东西 流林等六名官兵进入菜窍后 越往里走 地道就越宽 隐隐约约的能看见蜡烛的光亮 他们不敢相信 一个菜窍竟变成了一间间相连的地下房屋 这个地道很可能就是恐怖分子聚集藏匿的地方 他们加强了戒备 一间一间的搜索 但并没有看到恐怖分子 然而墙上的蜡烛还没有点完 说明有人刚刚离开这里不久 官兵们迅速从地道到达了另一个出口 没想到的是 这个出口竟然在公路的旁边 这些恐怖分子可能逃向了哪里 武警官兵立即被公路上的过往行人逐一询问 遇到一个人就问一次 遇到十个人问十次 就问他们问 你们遇到过什么可疑人员 或者是不认识的 或者是外来的 这个从这儿过的 都说没有 答案都是否定的 但武警官兵们并没有气馁 正当询问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村民时 有了新的幸福 官兵们的精神为之以振 官兵们顺着村民所指的方向迅速跑去 一直追找一户居民家 这户人家紧锁着大门 屋内没有任何动静 我就敲了门以后 里面也没啥动静 然后我就听了一下 我听了也没啥动静 然后就是我就在门的那个缺口 我就看了一下 刚好房里面坐了一个大门 然后我再敲一下 他也不吭气 副参谋长过去敲门 然后看见里面那个 从门缝里面看见里面有人 但是没有开门 副参谋长凯瑟尔反复敲门 依然没有人开 而里面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坐着一个维族妇女 这是为什么 当地老百姓都知道 武警官兵正在搜捕恐怖分子 并且都非常支持他们的搜查工作 更希望官兵们能早日打掉这火爆炸 这样百姓才能过上正常安宁的生活 然而这个维族妇女却坐在屋内 为什么就是不开门呢 此时官兵们顿时紧觉起来 凯瑟尔立即让大家把这个屋子围住 同时指挥特战队员迅速翻墙进屋 我们当时就在想这个红分子会不会是藏在这个家里面 然后这个副参谋长就是当时就是给我们打了个手势 然后我们用二鞋子攀登直接翻墙 翻墙上去 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坐在他们那个门前面 武警官兵又破了空 而最可疑的人就落在了这位维族妇女身上 凯瑟尔向前询问这位维族妇女 然而他的举动竟让官兵们出乎意料 一伙暴徒杀害了三名直警 后疯狂逃亡中穷凶极热的恐怖分子随时再次刑事 武警新疆四支队官兵临为授命 紧急搜捕再逃备犯 面对凶残的恐怖分子 武警官兵将怎样应对 他们又能否将凶手捉拿归案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歼灭恐怖分子纪实 官兵们感到疑惑的是 任凭武警官兵们反复敲门大声的叫喊 这位维族妇女为什么不开门呢 原来这个维族妇女是聋哑人 武警官兵们反复地敲门 他不可能听得见 所以没有去开门 这个结果未免让官兵们有些失望 当时我们就感觉到 一个是任务非常艰巨 压力也比较大 如果再收不到的话 我们今天又是无功而返 战士的情绪也受影响 包括我们一些领导也感觉到比较着急 正当武警官兵们交集万分的时候 突然得到一个重要信息 几名恐怖分子因为两天没有进食了 他们到一户村民家要囊饼吃 这个村民发现 此人和通缉令上的人非常相似 就立即向乡政府报告了情况 得到消息时 已是第二天下午六点左右 此前武警官兵们 已经对家事县的居民房 无意疏漏地全部搜查过 但并没有发现 这些恐怖分子停留的迹象 结合刚刚得到的情报分析 他们认为 这些恐怖分子现在唯一可能藏匿的地点 就只有野外的田地 我们确定搜索范围以后 我们就展开平推拉网式搜索方式 对这几千武地展开的搜索 官兵们对恐怖分子可能藏匿的地域 采取由南向北 二号游西向东一线平推的战法实施搜索 逐步挤压空间 最后将恐怖分子锁定在了 这块玉米地里 武警官兵们要在两米多高的玉米地里搜索 而这块玉米地 大约只有三十米宽 五十米长 如果恐怖分子藏在玉米地里 他们在暗处 而官兵们在明处 这给搜索人员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和危险 一个就是这个 你不能站得太高 你身体不能站直 因为这个玉米这个非常稠密 你站直了以后 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 你不能站得太高 你身体不能站直 因为这个玉米这个非常稠密 你站直了以后 基本上这个一米以外的东西 你都看不见 底下这个叶子不是很茂密 你蹲下以后还能看得 看出去这个两三米三四米这样 看得比较远一些 视野比较开阔 官兵们常一字队形排开 间隔一米 并排向前推进 他们接到上级下达的命令 如果发现恐怖分子拒捕 可以立即开枪将其击毙 我们领导公们下达的任务是 把这个子弹 这个弹夹装到枪上 但是子弹不允许上航 武警官兵的间距 只有一米左右 如果提前把子弹上航 又怕在搜索中误上自己人 官兵们屏住呼吸 眼睛顺着枪管的方向移动 他们小心翼翼地 缓缓向前推进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有人走过的话 一个是你看到这个脚印 二个就是观察这个鱼苗的叶子 有没有发生这个撇断 或者是人走过的这个硬 官兵们时刻注意着玉米地里发出的任何响动 尽管他们清迈脚步 由于玉米地非常稠密 玉米杆和人的衣服摩擦 仍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 走一间子听一间子 走一间子听一间子 你一次走你还走不多 最多也就是一米 你走一米再对下观察一下 再听一下声音 里面有没有所移动的 或者是有什么可疑的声音 官兵们高度警觉着身边的任何风吹草动 突然他们在玉米地里发现了一个囊点 这极有可能是恐怖分子 向村民们所要的那个囊点 官兵们一时来 他们离恐怖分子越来越近 因为这个恐怖分子已经到了穷穷穷穷的地步了 感觉到杀了好一个人 反正他们已经是死到零头 能拉一个颠背的就拉一个 终于恐怖分子突然现身 他在玉米地里面突然间穿出来 然后他拿这个红颜枪直接出过来 因为那个红颜枪比较长 有三米左右吧 手一伸再加上他的胳膊的长度 然后就刺到了 当时这个推子端上头 后队躲闪 然后刺到了嘴上 千军一发之间 独警战士刘志军果断开枪射击 同时拔子在上场 但我这个后退的时候发两个这个红颜极导 玉米地里还有其他动静 所以我们就向这个玉米地里面开枪 一阵乱枪 打完以后 因为这个我看这个刘志军捂着嘴 感觉到一阵的剧痛 就是用舌头去碰牙齿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牙齿就是说已经掉了 但是掉了几颗不知道 因为那个嘴里面的那个纤细 当时就流出来了 与此同时 就在离刘志军不到两米的地方 两名恐怖分子挥舞着刀向琉璃冲了过来 一阵枪战过后 气氛异常紧张 大家都不清楚玉米地里面的情况怎样 官兵们密切注视着里面的一举一动 一点点的往前推进 很快 他们在玉米地里发现了一名受伤的恐怖分子 我们就看着他在动 就让那个 我们那个维族的副参门长给他喊话 拿刀不要管他 他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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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划口 要留划口 留划口 留划口 我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 完了以后呢 把你手里面的刀放下 我们按照这个政策 会被进行处理的 但是 凶凶极恶的恐怖分子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他没有听从劝告 而是拿着刀 继续反抗 然后这个人呢 我 这个人呢就是把那个 刀 刀 摇到我 脚下 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因为他已经有 撆了子弹 把刀 axter还剥 我 Drop 然后马上就踩到地下 然后这个人刚好六弯 他又倒下去了 就在此时 有人发现一名参加追捕的民兵 突然失踪了 而官兵们无法看清 玉米地里面的情况 现场指挥果断命令 将整块玉米地全部踩平 我组织特勤中尉的部分官兵 对玉米地一片一片的全部把它打平了 打平以后我们才看到里面的具体情况 就得远的不要抬近了 就这十个人全部都倒在玉米地里面 包括一个民兵 包括一个民兵 也被躺在这个玉米地里面 在这次战斗中 武警官兵击毙了六名恐怖分子 机伤抓获了三名恐怖分子 一名民兵在战斗中被暴徒砍伤 经医院抢救无效 应有形声 这次普遣战斗 沉重地打击了南疆地区的暴力恐怖分子 和三股世界的嚣张器械 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的社会问题 面对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 如仅新疆四支队的官兵们丝毫没有畏惧 勇敢顽强地歼灭了全部暴徒 维护了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稳定 在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我们本职工作 不断提高反恐作战能力 为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 人民群众的安居落叶 尽一份我们应尽的责任 لا يكلف الله نفسا إلا وسعها لها ما كسبت وعليها ما اكتسبت ربنا لا تآخذنا إن نسينا أو أخطأنا ربنا ولا تحمل علينا إصرا كما حملته على الذين من قبلنا ربنا ولا تحملنا ما لا طاقة لنا به واعف عنا واغفر لنا وارحمنا أنت مولانا فانصرنا على القوم الكافرين الله هچكمنى تاقدي أتمينغان إشقا تأكسيق قلمائدو كشنان قلغان يخشلقنان سوابي اوزگدور يماللقنان جزاسمو اوزگدور ألوار پروردقارمز أجر بز انتساق یاكي حتالاتساق يأني بز انتساق یاكي سوى الليك سوىبين أمراني طولق ورن نيالمساق بزن جزاق تارتماغن پروردقارمز بزن إلغرقلرغة يقلغن ينغي اوخشاش بزنغي اغير يقلغن يقلغن يأني بزنغيين إشلارغة تأكسيق قلغن پروردقارمز كشمز يتمينغان نرسنة بزنغي عرطمغن بزنغي تجرغن بزنغي مأخبارت قلغن بزنغي رأهم قلغن سن بزنغي اغميز سن قابر قاومنغي قرشي بزنغي ياردن برغن دائدو